Barras & Wilkins 特約聖火相傳 Barras & Wilkins 特約聖火相傳 這個話題 我們聽了幾分鐘都莫益不少 在接下來這段日子 真的要多多和我們分享你的發燒經驗 我也希望這樣 其實玩了這麼久 老實說幾十年 聽音樂就真的不知道 但玩音響四十多年 通常我的工作問題 經常去外國、美國、英國 到處走 周圍飛 那些叫什麼 十個攤 十個攤買的那些碟 其實是三元、五元、十元 一張 很多在那時候買的 覺得好聲的那些 現在是五千、一萬 甚至有一張是十萬 即是當年我們尋到寶 可能是不起眼或很骯髒的 你願意去發掘一下 當年就有寶物 現在就應該是難很多 現在全世界都認識了 後來覺得 為何錄音這麼漂亮 後來就找到一個答案 他們用了時間 就是用單調方法 最先的時間 純粹是試 後來其實擺一擺一擺 已經是比較感覺 被人錄一個交音樂團 那個距離是多少 高低是多少 各角度是多少 分開的角度是多少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什麼 錄的時間 其實我們發射後 喜歡這個定位 揭像、定位 變成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 用兩支麥克風錄完之後 整排、樂隊、前後層次 全部都找得出來 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樂器的真聲 和一個迴響 ambiance 變成這樣收的比例 要收得好的時間 能夠做到自己覺得滿意的錄音 基本上你是想做一些自己 可以發揮到自己理想的東西 剛才我說的 Bowers & Wilkins的理念 跟你都很相近 很相近 你怎樣看Bowers & Wilkins 這個品牌的喇叭 非常佩服 佩服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很忠實 出來的那個產品 那個價錢的售價是非常補給 相比其他人來說 它好像靠低的 在早期的時間 我們開賽 有些法師的朋友說 B&W還未入流 我問為什麼還未入流 看看它的價錢 還有哪些 那些漂亮很多 大貴一點 然後我自己也很想學習 所以去很多不同的法師家 去聽話 是 聽到後來 咦,不是的 我覺得B&W 其實是真正正為民服務 是 它的價錢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 後來一直注意這個問題 就發現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在自己開始玩的時間 其實是買什麼呢 那個標準沒有什麼 變成自己是有一個心得 是覺得標準很重要 是怎樣找呢 就發現原來B&W是一個監聽器 嗯 在早期的時間 其實它的監聽器非常出名 很多公司用 尤其是天碟之日 TEDLEC TEDLEC 全部都是用B&W做一個監聽 其中有幾個錄音很厲害 1812 1812 真的很好 就在說 能夠出真正的20周 然後就說 咦,這個喇叭 它的減聽喇叭 B&W 可以出20周 這麼厲害 於是就真正有興趣去看 也有去玩 剛才說的 很超值 即是鐵地很多 對,開始有貴的喇叭出現 你記不記得 Infinity iOS 5 最先出來的時間 打個廣告 16萬一對 天價 即是價錢 就是好東西的象徵 對 天價這麼大 都16萬 B&W的時間 都不是太低 都是10萬8萬 換句話說 跟這個Infinity 相比的時間 是便宜幾萬元 一便宜 50-60% 後來其他東西 一直這樣升 但B&W 沒什麼這樣升 這麼多年來 到現在 最新的價錢 我不是很清楚了 最新的價錢 貴一些 如果我們旁邊的801 最重要的版本 都是45萬左右 例如其他的 所謂喇叭王 全部是幾十萬 全部是過百萬 二百萬 三百萬 六百萬 我覺得真的很佩服 自己玩過 真的覺得很超值 而且很難換喇叭 我為什麼要換呢 其實就是 法師有的心態 就是喜歡玩 其實每一次都是 B&W 每一個都特別 但全面性的特別是特別多的 玩完第一招 我們的感覺好像 效果立竿見影 觀眾看完都覺得 不如趕快教他們第二招 第二招有哪位朋友幫幫忙 我近來拍放最多的 到這一部分 亦都是說線 說線 就是說 如何可以按摩線 會令到聲音改善 就是把這條線 真的很像按摩一樣 逐段逐段 一路少少 真是觸摸觸摸 但你不要這麼認真按摩 因為待會我們還要錄一錄 沒錯 還沒按摩之前 還沒按摩 還沒按摩 然後我們聽完之後 一會繼續按摩 按到好為止 我們再換條線上去 再聽B的比法 然後按給大家看 好嗎 一於這樣說 我剛剛想不到這種按摩式的玩法 在我來說 初一聽就有點神奇 究竟是否真的會有效 但剛剛聽過實施 很快的觸摸就會聽到背景會變靈靜 而且背景變靈靜 令到高音的伸延出來的乾淨和順滑度 是會好很多 我感覺就好像換了一套線 無論是高頻 開揚度 或者剛才聽過琴 琴都是高級了 日本琴變成德國琴 很誇張 而且有一段很明顯的脫霜 有一段有些效果 聲音散出來脫霜 走在左右兩邊 脫霜的程度也誇張了 你剛才說的樂器 有一段是吹笛 或是一個很長的呼呼 因為它一路伸延下去 是會舒服順滑了很多 這個是很容易就會聽得到 想不到這樣扭一下扭一下 其實都已經幫到手了 這套師傅可否講解一下 大概為何會可以令到它變化呢 我自己想過 其實每一個 尤其是新線的時間 它的分子排列 裡面的分子排列 是亂的 這個是在我和日立 做那條喇叭線的時間 我就問過它 新線的時間 為何我們 發售都知道 一定要鋪線 鋪線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排列 做到由不齊整變成齊整 就是用一條線去通唱 通一通唱的時間 其實就是一件事 就是整個音頻方面 高也好低也好 都出盡了一點 變成這一個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實感覺就是 一播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未玩 洪泰那首叫大明十四世 大哥 比較暗的 最初我們打算是示範一下 只是按右那條CD那條線 簡單一點 不如就按後級那條線 明顯一點 第一招這樣之後 改善了 第一招沒有它變 然後再用第二招 又再改善一些 證明一件事 其實是玩HIFI 好聲音 是一點一滴 積上去 這個非常重要 剛剛聽到這個按摩線的原理之後 雖然你們可能會覺得 嘩好像很神奇 但其實像Anthony所說的 不用錢就怕什麼事 試一下 脫下雙鞋子在家 碰著地板 慢慢按完之後 就拆回來 一試就知道了 行就行不行就有它 反正都沒有壞 但老實說 我們有很多家房 試過很多次 發覺都是有一個相當大的百分率 電相錯了都不太清楚 所以很多人覺得 家裡的結像 怎麼擺都不太好 這是電相錯了最明顯的一點 例如大家會想 電線是對的 我查過拖板也是對的 電源線全部的火線都是對的 但是問題就來了 因為有些電源線是鷹式 有些是尾式 其實鷹式尾式 有些人覺得 它的概念就是 它的上位左右是調轉的 但其實尾式是向下的 鷹式是向上的 其實都是那邊是火線 左邊是火線 有些家裡會用這個adapter 慢用這些就有問題了 因為它沒有轉上位 其二就是除了電源的裝置 可能你的器材也會錯 即是出廠的時候已經錯了 原來就是火牛的刺吸那裡 火線已經調轉了 就算問電供也不知道 另外說深一層 因為你錯了電相 你漏電漏在機殼 儲存在這裡是多了 你摸下去會感覺有些靜電 它想吸住你的手 又想彈開你的手 去襯或者別人做家訪 我都帶這個幾元的adapter過去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用呢 這個就沒有轉上位 方便再 它前面我們插 主要是尾式是比較容易的 簡單一點 我們今天集中尾式 插下去 兩腳沒有中間的水線 我們一調 我們會聽到上位 譬如我們去到那個地方 不太適合 或者我們的喇叭 基本上放在基本位置 聽到沒有結像沒有聚焦 低頻又一劈劈又鬆 我就要出動這個 就調一調它 我們聽一聽正上是這樣的聲音 即是我們完全不變 然後錯上是甚麼聲音 說完這個之後 聽完之後 說一說 怎樣真真正正的變相 原來陳相 也有我夢想 我剛才聽一聽 上位如果反了 真的有一些很微微的變化 例如剛才聽到那些延線 好像一條延線粗了 那些人唱歌 嘴好像大了 而有的低頻好像消失了 我又不懂電工的東西 又不懂得 那我怎樣測試那套系統 電相是否正確 你怎樣做法 如果是用正統方法的時間 其實用的時間很長 而且每部機都要穿又要懂 在我自己做一個比較之後 發覺是用了一部機 轉了上位 已經是整套的上位 叫回正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你要做一個很理想 和一個百分之一百做到最盡的 其實那個方法是很複雜 想捉一個圓空出來 就是逐部機去量度 我們要有一個萬用錶 我們要拍攝機器 紅棒就插著機殼 即是要貼到底 自己手握著黑棒 插著流電的數 你會量度數出來 總之讀數要低 讀數低就對了 讀數高就是反了電相 它流電在機殼上 即是要在這裡多了 流電多了 你要先拔掉信號線 不要拖手 因為你CD拖著前級 拖著後級 其實它們已經是同一個電相 總之讀數一部獨立的機器 不要跟別的機器連接 才用它錶 去代表機殼的流電量有多少 沒錯 低的就是對的 沒錯 如果高了 即是你要做好 我就是從CD機開始 從第一做最源頭開始 一般來說就是前級 要量度前級的時間 CD機要調整路線 駁在前級 前級插電再度 量度後 後級的時間 又插線 又再度 這樣的時間 一步步一步下去 到最後 就可以做到 正正全部的正商 找到 即是捉了鬼 有一樣東西 這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但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非常有效 就是CD機轉 一個 一個搞定 就是在CD機 IEC 中的火線 跟N線 自己調整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去BinNote 帶著這個 就算到現在 有些線 20-30萬 是否完美 不是 銅線 銀線 合金線 這條師傅教你 如何選擇適合靚線 一隻細細的釘腳 如何擺放 才能發揮完美的音色 千萬別錯過最後一集 Bowers & Wilkins 特日 聖火相傳